这集亨利教你 专业投资者是如何选购房产 让我告诉你 一个地点只要符合这10项条件 会有多么惊人的倍增 附近的设施越多 更方便更容易吸引租客 如学校、医院、公园、巴萨等 没有满分的房产 只有最适合你的房产 如果还没结婚的朋友 学校对你来说不是太重要 而你的公寓设施够多 地方够大 公园对你来说不是必备的 做出适当的驱舍 6.商区 银行的雇价也看商区 附近有商厂、办公楼、银行的地段 更值钱、更具升值潜能 尤其国际连锁品牌 如KFC、McDonald、Starbucks等 一些公寓建在商场上 非常容易出租 因为便利、方便购物 有戏院、餐馆等 可要注意的是 一旦商场管理不当 就会开始没落 影响房价和出租率 7.发展 有朋友问到CBD区域价格太高了 新区能不能够购买 如果有10年的发展计划 政府建地铁、高速公路、免税区 或者有完善的设施、商场、摩登大楼 这类的Township Development 只要价格合理 前期还是能够考虑陆场的 8.社区 分析附近什么类型的房居多 住屋、公寓、牌屋、独立室 越多高级公寓和独立室的区域 当然地价也越贵 除了地价贵 生活水平和社区的平均收入也较高 这一区域通常都是企业家或专业人士居住 9.治安 一个地方的犯罪案越多 肯定影响房价、租金和自住安全 我相信有被打抢或偷窃过的朋友 肯定印象深刻造成阴影 所以有Get&Gutter的房产会更加值钱和抢手 当然物业必须拥有品质的管理才能够保持水准 那如何知道你要购买的房产是不是犯罪黑区 问问邻居、Management Community 或到警察局询问就能够知道 第十 土地历史 你选购的地段 地质好不好 以前是不是采贯区 目前的房屋有没有开始下沉 选购山区的朋友也需问问 有发生过土崩吗 一些黑区如Bukit Antara Bansa 大部分的银行是不批准贷款的 选购山谷或较低的地区 也需确定会不会经常发生水灾 只要做好以上10项checklist 以后买房稳赚不亏 关注亨利聊房产 让你轻松掌握房产秘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